大家好 我是五仔 又跟大家讲讲印度神童 昨天在那套2027年的《未来人》的影片 答应了大家 今天会再讲印度神童的一些新的事情 因为它预言6月20日之后发生的事情 香港就好像没什么事情发生 但是全世界有很多离奇的事情发生 譬如我们经常说死人倒楼最大事 美国卖物倒楼 有半层楼不见了 现在挖出来就说死了很多人 还是很多人失踪 所以说印度神童中 我也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 至于另外还有一些 它说到有几个时间是会特别需要注意的 看到现在又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因为今天是7月 大家在看影片的时候应该是7月2日 大家又可以研究一下 究竟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以及为什么今次会放了悟空 是不是龙珠抗疫呢 跟大家会讲一下心灵的医学 其实跟悟空也有关 真是看龙珠增强免疫力 稍后就会跟大家讲一讲 甚至有Iofida的解释 我最近在用Iofida的医术 正在医治自己的身体的毛病 这个相当之好的 一种叫姜黄素 其实我已经被他找了笨 基本上这个姜黄素本身是百多元 最便宜是68元 姜黄素我想告诉大家是什么 姜黄素就是 大家吃咖喱的时候 或者去印度餐厅会吃到这些姜黄粉 它里面其实就是一粒粒胶囊 它里面你闻一下你就会知道 一粒是咖喱味 真的是咖喱 基本上 他在饭前之后 他在饭前之前吃 吃完呢 其实我本身现在有个胃的问题 我发觉 每一样的 譬如是 活性尤酸菌 或者是一个 克格伦子素 都好像医不好我的胃的问题 反而姜黄素吃了两次就相当健康 这个就是Iophila里面其中一粒 非常之厉害的草药 姜黄 也可以讲解之前说的什么药食同源 其实你吃东西的时候 都是在吃药的 你们如果很喜欢吃那些 午餐肉 火腿 那时候你就在读自己 如果在读你的身体 你身体差 抵抗力差 那你如果 接触到一些 感染源的 你就容易中招 那为什么待会说到龙珠呢 很厉害的 那待会再和大家研究 说回印度神童先 那些就是 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放到最后再讲 印度神童 阿兰德 他就预言 疫苗接种率 就是比较高 偏高的英国 和以色列呢 在6月20号就会发生大事 英国就封城了 延期就解封了 以色列呢 也都收紧了这个防疫的政策 那他呢 就说了 面对这个变种病毒 疫苗不是唯一的破解方法 这个呢 由疫苗开始呢 他已经开始讲了 那你说他准不准呢 你说他准不准呢 Delta Plus 现在是Delta Plus 那当然有人就说 打了疫苗之后呢 那个什么重症 死亡率 就会怎么怎么怎么 也都呢 有些叫做 政府的宣传出来 就说 现在的Delta 就是感染一些年轻人的 那有人就估计 就说 是不是年纪大的 都打了疫苗 所以感染年轻人 所以就会感染年轻人 那这个我就其实不清楚 这些问回一些专家了 那但是我今天就说 一些专家都不知道的东西 那他就说呢 应该循序这个传统智慧 掌握提高免疫力的方法 所以我今天拿一只龙珠出来 就教大家龙珠抗疫的 待会你就知道了 这件事 厉害了 玩到没东西好玩 学习李居明那招龙珠抗疫 其实不是的 你迟些你就会知道的 因为我 是会看着他做我的精神偶像 那待会再讲 先讲了阿南德的东西 阿南德 就警告了 英国以色列 六月二十日之后 就发生严重大事 即使靠疫苗 也都不见得可以带来改善 那跟着 六月二十至九月二十一 就是一个关键 就是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全球就将迎来下一波疫情 包括之前所讲过 美国的七月四日 就有个大型的烟花会演 那天是希哥生日 大家可以货一货金 就当是买个生日礼物给他的 英国等的欧洲 大多数的国家也都要小心 之前我有个朋友 他移民了去匈牙利 他说到 他们那边都是用一些数字 就是当是政策去管制人民 是政策来的 数字和人命就是这样的 政府看到的 不是一条条宝贵的生命 他说出来就是数字 是怎样呢? 譬如在匈牙利那边 你最初推疫苗的 每一天都说到五位数的感染数 一打了两天之后 就说跌到三位数 我那个朋友说 你信不信呢? 他当然说得更严重 让你打针的 他打完针之后就告诉你 有成效 但会不会是两天之后 就跌到三位数 是不是? 人也是有读过书的 这个是他 在匈牙利那边的情况 他反映给我们 因为他说 欧洲那边 其实是很麻烦的 法国 荷兰 比利时 那些地方 欧洲全部都是通的 意大利 全部都走 周围走 他觉得印度神 和欧洲那边 都是麻烦的 另外呢 日本 都是麻烦的 印度 就麻烦了 是不是? 日本一会再提一提 他怎样麻烦的 阿兰德就解释了 疫情 不会一夜之间 翻天覆地 是的 我们看不到是这样的 他说 在6月20日 由牧星逆行 去到土星 对全世界来说 不是好事 即是 未来一直都会有些大事发生 他说 无论是肉眼可见 或者是某些特别的事 将会从天开始 从那一天开始发生 但疫情可能就要从7月开始 即是 其实现在开始 他觉得是明朗一些 比之前呢 我们大家都猜猜猜猜 每天在那里 激爆激爆 不过其实爆和不爆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是很不同 譬如 有人回来香港 在英国回来 他说英国那边 疫情不是很严重 嘩 怎样不严重 7天里面 有10万人确诊 都不严重 那香港就简直是 落土 是不是? 我觉得香港 有四方八面的人 是会湧入来的 来香港避难的 那 说到 有些什么大事的 其实 美国卖阿密那边 在二十四号 即是二十号打后 即是印度神鸿港二十号打后 有个叫做 不明的 古灵精怪的发生 整栋公月 一声就掉了 他真的没有提到中国 你看到中国 其实现在真的好像没事 你看看万子良唱歌 我不知道你在网上门看过 唱过那些 哇哇哇 我有我心底故事 那种 万子良唱那种 全部都不戴口罩 有的 在那间店里面 全都不戴口罩 在party room里面 那些不认识的 那些人 那些不是party room 是party场所 就是搞那些 我也不知道那些叫做什么 夜总会 或者什么 总之很多人聚集的 没有人戴口罩 那你说中国有没有事 那是不是中国那些疫苗 真的像钟南山说的 可以顶到一些 delta plus 那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我不是专家了 但是看到中国真的好像没什么事 那另外只是看到美国 经常说 欧洲国家 美国国家是比较先进 又什么又密 但是 喂 美国成栋楼这样倒了 如果发生在中国的这件事 我相信香港人 又会有另一番的见解 那是不是呢 就是有时候 那些东西不是说 你分什么分密的 你真的看到它真的倒了 你阴谋论 会不会有些隐者走去 然后不知道装些什么 等等弄倒它 弄这些恐慌出来 不知道 不知道 只是估计的 不过就真的发生了一件大件事 美国塌楼 你说大不大件事 那也都承受着这个变种病毒的疫情 澳洲雪梨27日也都宣布封城 这个盧森堡27日也都证实 总理贝特尔也都确诊 他就真的打了疫苗 所以说 打哪种我不知道 印度神红一早就说 疫苗是不可以解决的 他未试的时候已经说 不可以了 那是不是他说中呢 我也不知道 另外 日本东京 新增27日新增了386起的确诊病例 一天 三百多单 日本东京都搞不定了 失手了 疫情就说应该会继续反弹 继续攀升上去 马来西亚27日起 宣布全国封锁 措施就无限期延长 那我有些马来西亚的粉丝 我那天铺了万子梁那条片 我心底故事的那个 他就说 大陆就好了 我们马来西亚现在封城 你看到中国是没什么 反而周围都很严重 究竟是他们封锁了消息 还是怎样呢 我们都不清楚了 因为其实 很多地方 不是那么容易看得到 他究竟发生什么事 就算香港 现在那个卫生署都说 不可以给你怎么报 当然有些YouTuber又说 其实很多人那些死亡 其实都不关什么事 不关什么事 他们有他们说 我们都看到的 那 就有网友认为 阿兰德在刚才所说的 什么塌楼 那个打了疫苗的 总理又确诊 特本东京又反弹 雪梨又封城 这些都算是三度欲言成真 他提前预见了 印度变种病毒 可能是肆虐全球的 老实说 这一样东西 好像是他先提起的 你想想 你看回以前我说的 印度神童的片 其实在印度神童 和看世界的卫生环境 是无关的 这个是他说 世界有什么事 病毒变种 他有他说 如果他是不懂事的话 他的东西根本是时间 不会这么吻合 究竟你信不信是你的选择 我说是负责报 你不要说五仔是印度神童的信徒 绝对不是 他说已经有五个国家出事了 刚才提到 英国、美国、日本、雪梨 其实都不止五个 他说五个 大家都知道 那五个真的没有中国份 也没有香港份 这是落土 因此 因此再度回头 審视他说的什么 他之前说 六月二十日以后 第一阶段 已经过了 接着到七月开始了 火星和木星 处于相对的位置 全球动荡的情势 短暂回稳 他觉得现在暂时没事 但是下一波的疫情 就是由九月到十一月的情况 会急转直下 九月到十一月 两个月之间 会急转直下 仍然最糟糕的时期 影响全球的疫情 经济和股市都会大领落 即是他说 未来七至十一 不是 未来九至十一 是的 九至十一两个月的 第三阶段 就是2021年11月21日之后 他说木星离开了摩蝶座 进入了水平座 状况就会改善 即是11月以后 就会好一点 但由于对于疫苗的忧虑和敏感 经济就会是 泡沫性的爆破危机 这个股灾 甚至就会去到 2022年的五月之后 即是你11月21日打后 去到2022年的五月那半年 就大那获获的 即是经济 和这个疫情 疫苗的忧虑 他说的是这几样东西 去到之后五月 他就说经济是很转的 开始稳定 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 低处已经见底了 可能就以新爆发的疫情 或者疾病的形式影响 但是他说疫苗 就是跟他之前说的差不多 那这些就不可以乱说了 因为其实很多人打了针 是不是 这些是引导神虹说的 不是我说的 接着就 第五个阶段 就是2023年的四月打后 他说这个时间 木星就离开水平座了 疫情就好了 好转了 他说世界已经适应了 这种大型的重置了 经济会再进入成长期 所以他认为2023年的四月打后 所有东西就已经慢慢康复起来 他解释到 由于2020年12月21日 木星土星大合 未来20年 是400年来最动荡的时期 象征着旧时代的结束 新阶段的迎来 都看到是 很多东西都改变了 没有以前这么自由的出入境 这些不是人为 好像是天灾 究竟是什么呢 你们自己将它定义 人类在这些时期 会面临新的考验 跟过去的情况大不同 就是他刚才所说的 大型重置 好像世界重置了 所以不能指望一切都会 好像以前那样平静 他最后呼吁疫苗 不是疫情唯一的解放 他依然相信 人类应该用传统的方法 提高自身免疫力 好了 吴空出现了 我说 跟李居明所说的 龙珠抗疫 是否有关呢 我想说一件事 如果 你经常看着很健碩的东西 你看吴空这么健碩 这么肌肉型 我为什么会买这东西回来呢 因为我看了他很多次 我觉得他的肩膀练得很厉害 很漂亮 我看着他 我又会很积极去做运动 以他来做目标 之前说过 有健身的人 有六成以上 都是这个无感 都是这个无病症的患者 那就好了 代表你身体强壮的话 你可以跟那种菌共存 他对你的伤害是很低的 为什么要拿一只龙珠来和大家说呢 这个是科学的 因为在健身界 有一件事叫做 念动一致 你有个目标 只是用脑去幻想自己 有这一种这样的体魄 你都是可以拥有他的体魄 人的脑很神奇的 你要想 think 它是有无限的可能性的 那我就买了它回来 我希望这个东西就好像 别人说 等于你看到关公的象 你看到观音 都可以改变到你的气场 如果你看到吴空 其实一样是可以令你身体强壮的 你当然了 你去操东西 拿它来做目标 你个人也不可以去哪里 如果你不操 你用它那种强的心态 也可以增强你的免疫力 不知道你信不信 刚才说到 Iofita医术 它里面有一种草药 叫做姜黄 它这里也有提 姜黄 古老草药 它也是一个调味料 我为什么说被人找了笨实 它这瓶是68元 我开开之后 发觉这只姜黄 跟我平时去柴米油盐的地方 你叫它买一包姜黄粉 两元一包 我想它那里一包等于我这里十粒 起码十粒以上 那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它68元它已经减了价 我以为很便宜 有100粒 但其实你应该去调味品店 买的姜黄 都是一样可以的 味道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说要用姜黄呢 其实它有很多东西 你上网看看 它可以防癌 它可以消炎 它可以医你的胃病 人是这样的 你的免疫系统 如果有一度出事 你的免疫系统是会弱了一点的 如果你吃这些保健品 令到你的人强 其他的病毒是很难入侵你的身体的 所以说 除了你要训练之外 你也要弱食同源 不要吃那么多对你有害的东西 譬如经常说都不听 叫你们不要喝冰东西 香港是一个很湿的地方 你一湿毒 你又很累 叫你早点睡 你又不会早点睡 叫你不要开冷气 你又会开冷气 总之其实现代人 是有很多远离了大自然的习惯 所以令到现在的人这么弱 就是经常说 无端端为什么30岁不够又脱头发 原来30岁不够脱头发 那个生育率又是很低的 我上网看到的 能够繁衍下一代的能力又是低的 所以说 很多东西 譬如 还有 它里面也有说 叫你远离了大自然 所以变成这样 譬如那些人经常拿手机 那些光经常拿着你 搞到你又失眠了 你知道睡不到觉 你那个免疫力又低了 它就叫你多些接触阳光 多些接触新鲜空气 但是你想想 香港有多少毒蓝 是不是 就算不是这个病毒 你都死了 所以说 印度神洪有时候说些东西 好像是废废的 但他又真的废不完 要估到的日子 他又估到 叫你怎样去变强的东西 他都说得到给你听 你信 有一件事 是不是 你不信他的 你远离大自然的 其实你也是乱惹的 我们懂得中医 或者你懂得去研究 那些叫做 自然疗法 他也是叫你 在贴近大自然的 我们学的东西 不是很好吃 那些药物的 因为那些东西 真的药有三分毒 究竟那些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有时候又伤肝 伤肝之后 很多东西又容易感染 所以人是需要 找一个好的方法养生 你个人够强 好像吴空那样 什么病毒 都很难以入侵你的世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听完之后 大家可以健康地 继续生活下去 尽快远离病毒 就算有病毒在你身边 喂 那你印度这么糟糕 都有些人中 有些人不中 这个世界是太弱流强的 你不行的 个人弱的 自然就会被大自然淘汰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但是那些人就是不明白 什么都靠药 什么都靠那些科技 又说激光 又说雷射又什么又什么 太过远离 违背了生物的原则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我们下次再讲引导神童